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概有哪些呢 整幅的范围就是 应该讲就是全身 那我们会从手跟脚去判断 问题出来哪里 还有最重要是追究他以前的运动史跟意外史 运动是从小 不晓得是国中 或是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都算 那意外史就是 有曾经自己骑车跌倒 或被人家撞到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了解 他是所以 哪里受伤 然后我们再从哪里 左手 开始整腹 把之前所有的症状 全部都问清楚 才能够对症下药 对对对对 而且快速 快速 而且我们讲究效率 你们很少听我说 把你的整腹要讲究效率 很少耶 刚刚你叫的时候就是效率了 知道大概就这样 我其实到 刚刚我们就真的马上请黄师傅 帮我弄一下这个脚趾头 我现在感觉好像脚趾头 之前没有血液循环到那么好 现在好像还在发热当中 确实是这样 不过这样子的话 讲起来 这跟所谓的复健师 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 差别在哪 复健师他们是要靠器械 就是帮你拉颈椎 拉脖子 拉腰椎 用拉的 那我做的完全没有 就用徒手的方式 那找到问题的源头 开始做施作 那就是用最有效率 跟最快的方法 让来患者赶快身体 恢复 恢复健康 这是我们的目的 是 那这样黄师傅 怎么样去看到的状况 是从经验判断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到他的症状的原因 因为我从事工作已经15年了 那都是从临床上跟食物上去观察跟判断 这样 比方说 你看到骨头 对 马上就看得出来 我这边什么骨头凸了 手的 对 对 就有近视 像昨天有一位小朋友来 他这边很特别 两边都凸出来 近视1000度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注意 原来近视 跟你手的肌肉也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黄师傅 因为 手的关系 它会牵扯到我们的肩膀 到脖子里面的肌肉 眼睛里面有六条肌肉 让我们眼睛不可以转动 伤害左肉 那举个例子 脚状线肿大 脚状线抗镜 会让我们眼睛突出 对 那近视呢 是像 有时小孩子叫玩扯铃 扯铃完以后 他从铃 近视从0度可以跳到800度 三年之内 玩扯铃也会吗? 为什么? 在这里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对 就像他那个手关节 我以为是他看那个电脑 才会造成的 看电脑也是手 长期使用他的手 让你的眼睛眼球的肌肉 不断的往后拉 近视 所以你说如果整个肌肉紧绷 整个牵扯到后面 然后就会让你的肌肉 因为眼球如果说我们拉长 就会近视嘛 对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 个性比较紧张 紧绷很容易 也会 这种情绪也是会去影响自己的度数 会 今天我要到宝 所以我只要是不是按摩 我的手部的话 就会让我的肌脂眼 比较能够减少 快速 快速减少 然后你再加上会自己按摩眼睛 眼睛的肌肉 也可以 这样就不用开刀了耶 千万 所以平常这么紧绷的人 应该讲实在话 就是我们讲 吃太多什么营养都不会到眼睛 不会 这个道理真的是 真的是传统的那种 那种 那种 迷俗的治疗的方法 对不对 吃营养它是 让你的血液 进到血液里面 对 血液是补充到肌肉里面去的 没错嘛 对 所以它跟眼睛是有关系 但是 但是如果用 用刚刚讲最实在的方式 就算不透过药 或是健康食品 它一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等一下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不要开刀 我听到这句话 因为很多人这几年在台湾 眼睛开刀的很多 雷射 雷射治疗 之类的等等 那都是可以不用的 可以不需要的 哇 其实讲到这个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到 如果是以所谓的开刀来讲 很多后遗症也会发生 但是今天呢 刚刚黄师傅前面已经讲好了 我们不用其他额外的东西 师傅 疫情原来眼睛近视界 跟肌肉什么都有关 它有关系了 还会影响情绪 对 是的 好恐怖 我们以为是因为情绪 自己个性紧张才会紧绷 黄师傅您说不是 是相反 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这关键真的是 颠覆了我们的想法 完全也颠覆了我们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好可以介绍 前两天 有一个从美国回来度假的妈妈 她带了小女儿过来 那她就旁边在睡觉 是因为说咳嗽 不舒服 然后我妈妈身体已经做好 她的妈妈是因为说 在退化性关系医来好几年 医不好 回来找我 正常找到我了 那我先讲的是小女生 她在昏睡 那起来后 我就跟她妈讲说 你叫女儿给我看一下 过来后再咳嗽 一看 她咳嗽 这边的胸肋骨已经变形了 咳到变形吗 她弹 然后我再问她 那妹妹有没有练什么 练弹琴 她说有 练钢琴 练钢琴不是气质 练钢琴 也会变成像什么 才八岁 小八岁 这个肋骨已经变形了 然后让锁骨这边一直在咳嗽 一直在咳嗽 然后看到她的时候 她眼睛是两眼黑的 然后鼻子过敏 然后整个脸是发白的 那我就 就刚刚你讲的 你把她 把她 把这个身体 重要的部分做一下 她就 她就舒服了 可是如果练琴是为什么 她知识不正确 她怎么会造成运动伤害 因为小孩子 没有什么运动 对 运动伤害是 因为是你的肌肉没有力 我刚刚不是有举例说 你手腕把你抓紧 有力跟没有力 就刚刚我们休息的时候 你说的这个道理 对对对 松动是没有力的 那她坐在这里一直在弹 她只是这个手背在动 就刚刚在美法师或司机师一模样 她只有动手背 结果这个就绕着她肩膀 肩膀跟头部以上 都一直在不舒服 所以她如果这样子 会反而让她整个鼻子这边 也都会相对连带 现在很多人所谓的过敏这些问题 一样 气喘啊什么 她也是气喘 她也是气喘 对 而且 这个妹妹 还要一直来 她喝 长流鼻血 就没有什么样特别状况 她就会流鼻血 对啊 对啊 她礼拜一 妈妈带三个小孩一起来找我 我现在开始预约 如果这种症状的话 其实看西医话 其实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就只是单纯吃药 单纯吃药 对不对 可是您一直从找到她的根本这个点 对 对对对对 气喘也是因为鼻子这里呼吸困难 所以让你这边的呼吸困难 让咽喉这边的呼吸也抑制不出 所以叫气喘 这样 你把问题找到就好了 所以黄老师很厉害 用看了就能够看得出来啊 对啊 我觉得最可怕就是 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你看我们女孩子到一个年纪有蝴蝶秀 她说我心想要看你的骨头 有凸出来的部分 凸出来还蛮严重的 对对对对 完难了真的不行 真的哦 超高天下了 所以 她就是从前面开始 其实都是 只要这个地方圆头弄好 对对对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 今天可以简短的 赶快就跟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教我们讲怎么样 对对 平常您说这个手要怎么样的来 或者是按摩哪个地方 保养还是 保养的话 保养的话是 是手 双手放在臀部 双手放臀部 臀部 臀部在坐骨下面 坐骨下面 就把他压起来 对不是大腿肌肉 是最中间的骨头那边 坐骨下面 对对对对对 这样压下去 这样是自我保养最快的方法 要压多久呢 对大概要压多久 越麻越压 越麻 越痛越压 哇 老师先生说如果没有弄好 其实也会有造成反效 反效 对对 所以您如果说这样子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 做骨神经下 就没有这些所谓的问题 对对对对 没错 最简单 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这样做的话 其实对于腰部脊部 其实都能够做一些改善吗 手是手管上半身 那脚是管下半身 那脚那怎么样 脚是互相压吗 还是脚跟 用脚跟 用脚跟 左脚踩右脚 右脚踩左脚 喔 就互相用脚跟这样的方式去踩 对 互踩 非常好的效果 嗯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看到我脚踩手自面有点黑黑 我还想说那是我们平常晒太阳 就黄师傅说不是 其实那个颜色不对 就已经不是 不是正常的状况了 我又看就看得出来 嗯 所以我想很好奇就是 所以如果说一般来讲 我们有一些运动伤害 这只要真的是给您这样看过了一两次之后 就可以一劳永逸 有没有什么我们平常 什么要注意的姿势啊 什么的需要去改善自己的 平常 最重要的是要运动 运动就是说从散步开始 运动从散步开始 只要是轻微的就好 轻微的就好 对 先就是慢走 然后再慢再快走 再跑步 它有顺序 让自己的肌肉有力 您讲所谓的有力 有力就是 就是有弹性的把你的肌肉 把你的骨头绑住 嗯哼 要是没有力 就要跟小女生弹钢琴 就是因为她平常没有在运动嘛 可是你就做这个动作 可是她的肌肉是没有力 绑住的骨头 所以让她的身体快速的恶化 所以最好是要经过一些 走路跟跑步 全身的经过 就所谓的软身 软身 不要只是针对一根 一动作去做篮球 对 软身 是 很多这样子耶 就是用礼拜后礼拜天 拼命的运动 我在说的是你吧 对 导致运动伤害 不要只是说我哦 大家知道 炳华的骨头也是突出来很多 我这边突出来的哦 对 所以运动伤害之后 导致筋肢也加深 对 你这个赶快整一整 筋肢也就会好 对啊 我觉得最意外就是 原来其实这东西是环环相扣 所以像您之前有讲过 很多人这所谓的腰部痛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腰部痛 有 就刚刚讲踩脚 就是靠踩脚 用力踩 所以等于是腰部以下就是靠脚 腰部以上是靠手吗 对 这个为了我的蝴蝶羞 从今天开始 人体的奥妙 最重要还是要赶快 有机会去请教一下黄师傅 我们一对一的一定会有更满意的答案 更有效率 对不对 确实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讲到整腹 今天听到黄师傅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真的传统疗法 看的是比较全面 对不对 当然 不管是怎么样 从症状开始都能够一劳永逸 对 而且那种彼此之间相对应的 也就像是我们古人常常说 人跟大自然那种对应的关系 精神事物只是一心 没错 确实是如此 我们希望有机会 还能够一起来邀请黄师傅来上我们的节目 让大家更多的一起来分享 怎么样靠自己 就可以给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今天谢谢黄师傅 谢谢 谢谢 谢谢